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需要耶稣 不光我们自己需要耶稣 我礼拜二祷告会也说到了 马可福音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 当人一听见耶稣来 就有一般的人跑遍了那个地方 把所有生病的人都带到耶稣面前来 因为他们知道人只要遇见耶稣 就有事情要发生 人需要耶稣 当人真碰到耶稣的时候 真的就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我们不光为了自己 要勇敢地 要经常地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更是要为着我们所有在国内的家人 台湾不管在哪里 你的亲友 你的家人 不管信主没有信主 我们都这一段时间 尽可能地跟他们保持联络 打电话陪他们有个祷告 打电话跟他们有一些弄主话 一些的劝勉 其实人都需要耶稣 前一阵子我们正好讲到 我们的主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我们只要 他能够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 所以西伯来作者叫我们 要带着我们本相 带着我们的需要 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这个是宝座 他有权柄 他有能力 是恩典的宝座 他永远没有降债的意念 所以我们好好祷告 那当然的确这个病 也会临到基督徒 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我们在地上会有苦难 并不是代表基督徒 就一定不会生病 我们基督徒也会结束地上的生命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最感谢主的就是 耶稣基督的救赎 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第二次的死 第一次的死 几乎所有人都要经过的 没有人可以逃避 除非主回来 我们都要经过第一次的死 其实第一次的死 是最不可怕的死 对基督徒来说 那是一个睡了 那是一个进到一个新的门 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回到主的同在中 所以那个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第二次的死 那是永火的审判 那是一个永远的沉沦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趁着家人 趁着朋友 在第一次死亡的威胁 压力跟恐惧底下 我们把平安 把福音传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 能够真正的 在今生就来经历 主要把这个世界 不能给我们的平安 这个世界也不能夺去的平安 今生就赐给我们 让我们不管有没有生病 不管在怎样的风浪里面 我们里面都是有一个 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借着祷告 祈求感谢 能够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请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次 当这些疫情还在继续扩散 继续蔓延的时候 我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仅止于 祷告自己不要被感染 自己的家人不要被感染 这是人之常情 一定会有的反应 那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决定我们的经历跟遭遇 不是只有在这个层次 不是只有在这样一个 自我自私的层次 我们起来祷告 真的是让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交通了五件事情 可以祷告 我们可以祷告的是更多 但是我们拿起来祷告 教会每天都有祷告信出来 然后有几百个人 已经加入了这个祷告的行列 我们就一起祷告 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荣耀 神的救恩 耶稣基督的福音 借着这样子的一次的机会 那不仅仅能够临到周围 所有需要的人 对我们自己每一个基督徒 也都是一次的挑战 也都是我们信仰 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验收 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 到底我们信心的程度 我们跟神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挑战 让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上 不让他只是在恐惧 压力 害怕 逃避 埋怨 或是只是说说谈谈新闻 我们一定要超越这样子的层次 求神提升我们 扩大我们 让我们起来为着他的国 为着我们的骨肉之亲 为着那么多在苦难中 尤其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都要起来扬声祷告 好不好 所以这段时间鼓励大家真的好好地跑遍 那你就发现当这些人被抬来的时候 他们里面就盼望耶稣让他们去摸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 就一摸到耶稣的病都好了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举动 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 马可福音第六章之前 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血漏的妇人 在众人 那么多人拥挤耶稣的时候 他用一个简单的信心 他用一个活泼的信心去触摸耶稣 因为他说我只要一摸到耶稣 我的病就好 这个叫做active faith 这个叫做活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向主祷告 求主把一个活泼的信心 在我们里面其实已经在了 今天我们只是要去activate它 要去激活它 我们今天在肉身活着 是因神而止的信心而活着 所以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要用信心 要让去activate它 把这个信心弄活了 所以我们就来主的面前 来触摸主 当我们一摸到主 我们活过来 而我们自己信心的经历 你就发现传染给别人 所以信心其实是有传染的 所以当我们真的这样子经历主 怎么样子在软弱中 在失败中 在这么多的痛苦压力底下 因着碰到耶稣 我得到了医治 我起来了 那么这样子东西会传染别人的 所以你发现 所有的病人来的时候 他们都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 来接触耶稣 他说我只要一摸耶稣就好了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需要的里面 我们多去祷告 多去帮助弟兄姊妹 刚才于师母今天的信息 特别讲到薄饼 我觉得太好了 在这样子的时刻 不光大环境有限制 这个疫情也造成了很多的限制 那我特别希望 如果在中国的弟兄姊妹 有机会看到 这样子的交通的时候 你就算躺在病房里面 没有人理你 你还是可以借着薄饼 来纪念主 来预见主 怎么样叫做摸耶稣呢 我觉得薄饼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我们吃主喝主 我们与他复活的生命 与他健康的生命 与他大能的生命直接连结 他可以吞灭所有的死亡 哪怕医生没有控管我们 哪怕没有医药可以领导我们 我们先在信心的里面 借着吃主和主与主联合 大环境不让我们有聚会 家里面两三个人就可以薄饼纪念主 对不对 就算我们一个人在病房里面 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我都可以带着感恩的心 能够真正进到薄饼纪念主的 那个争议里面 我决定相信 在这里我们是一个 太荣耀的一个经验 因着他的边生 叫我们得医治 因着他受的刑罚 叫我们得平安 这是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平安 也是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候 不见得给我们的医治 但是在主的桌子面前 吃主 喝主 可以让我们有荣耀的联合 然后又得到一个 世人不能给我们的平安 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这段时间加油 好不好 继续祷告 我非常高兴的就是 虽然我们主日聚会人数少了 不少的人 但是祷告聚会少的人很少 发现祷告的同伴差不多都来 祷告会里面还是满满的人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希望大家多一点的祷告 然后仇敌来就是要把我们 isolate 把我们孤立起来 像炭火一样拿出来 你早晚就是凉掉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连在一起 我们需要神 我们也需要神儿女 需要身体的保护 我们一起扶持 教会也需要你 你也需要教会 所以我们回去鼓励弟兄姊妹 真的生病了 孩子感冒了 我们为他们祷告 但是我们更希望 整件事情的经过 我们不是只求不生病 只求不被感染 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些 不同的层次 有一些更高的得着 对主有一个更深的经历和见证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我们还是站起来 我们一起为了在中国 在鼓入至亲各种的需要 我们同身有一个祷告 好吗 照着我们说的无尽负担 你们任何一个点 我们就开始向主祷告 求神真的做事情 帮助这些需要的人 Amen 主啊 我们在这里 我要教会 我把这些主题 把这些主题 拿起来 坐着 从一来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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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都会改变 但是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 祢一样是得胜的主 祢一样是做宝座的主 祢一样是永远爱我们的主 祢仍然是那位听我们祷告的主 也是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让我们能够凡事坦然无惧的 来到祢施恩的宝座前 来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主啊 让所有软弱生病的 我们都来学习仰望铜蛇 一望铜蛇就必得救 一摸耶稣就得一致 主啊 在这的时候 来激活我们里面的信心 我们知道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并且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神而止的信心而活着 祂是爱我 为我舍弃 主啊 让我们每一次在这里 薄饼纪念祢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次想到祢舍命的大爱的时候 我们就放心了 我们知道祢为着爱我们 为着救我们 祢的命都为我们舍掉 主啊 就让我们里面不害怕 不担心 我们起来见证祢 主啊 是的 我们谢谢祢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在这里特别把在中国 特别在武汉 有那么多人需要耶稣 那么多人需要平安 那么多人需要医治 那么多人需要关怀和爱 噢 耶稣啊 祢真的是把众教会都兴旺起来 主啊 让我们成为活水的运河 好让神的平安 好让神的恩典 噢 耶稣基督的大爱 能够在这里不受限制 主啊 让我们把平安传给人 把信心带给人 把人也都带到耶稣的面前 主啊 让我们这些日子 我们的祷告决定不停止 直到祢的平安 直到一致临到全地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请坐